每个人都有缺点 他当然不会是完美的 我在旁边看就是有时候太过 真实人物过度包装就会发现什么 很多人是假面啊 然后过了几年就被拆穿了 柯文哲一直以来都就是这个样 他非常抗拒他会直接说 他有没有那个死去 你说柯文哲其实不是个完美的真实人物 他有缺点 你认为他的缺点在总统上面会 什么东西是他的总统的缺点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缺点 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缺点 他当然不会是完美的 很多都我在旁边看就是有时候太过直接 那很多话是同样的逻辑 可是你可以表达得更清楚更婉转 你可以让很多的事情不至于有这些误会 我觉得但是好处是他就是一个直接的人 直白有时候好 有时候可能会造成误解 他会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他的逻辑会跳得比人家快 我就常常跟他说 我说其实你就慢慢说把逻辑说清楚 其实你的逻辑是对的 可是你跳太快就会让人家产生说 你讲的这个东西是 我们不是把柯文哲改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是把他的优点放大 缺点尽量让他淡化 或者是说缺点让他转化成大家喜欢的优点 而不是说把他改变 因为第一过度包装我不觉得是对的 第二个真实的过度包装就会发现什么 很多的假面 然后过了几年就被拆穿了 柯文哲一直以来都就是这个样子 柯文哲是一个倾听的人吗 就是说对你们幕僚也好 对或者说别人给他的意见也好 我在他旁边工作大概三年到四年 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的建议 除非他非常抗拒他会直接说 他会抗拒什么东西 就是说这个跟他的价值性能不一样 倾听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至少我们所提出的建议 大部分90%以上他都会听进去 他有没有那个死去 绝对可以 死去是绝对他改不了的 我觉得他的弹性 跟他讲他医生的态度是一样 他说我要救人 我各个方法都要做到救人 而不是我坚持要某一个方法 才能救这个人 所以他为什么大家会说 你常常可能变来变 他说对我来说就是救人 可能用A方法 B方法 C方法 我都可以救人 所以他不会反而比一般人的 那个弹性更大 你觉得柯P对美国会做到不平的方法 我觉得至少我们不会完全做 完全像民党政府 几乎叫做来者全收 民党政府都听到了 柯文哲说你们来者全收 不是柯文哲是黄珊珊说的 我们要定出一个我们需要的东西 也请你尽快的给我 不要等到乌克兰战争打完了之后 才跟我说我现在给你战策有什么用呢 柯文哲对两岸和谈有没有怨气 两岸的部分我们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第一个我们不可能两岸如果永远不交流 现在叫做维持现状 其实要做的是改善现状 因为现状不好 现在几乎是断了线 官方管道只剩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了 那接下来就是如果对我们来说 柯文哲说当选总统 我们办过八次双城论坛的经验 我们跟对岸是有谈判的经验跟方法 而且我们也认为说 在不到最后关头 不要轻言放弃对谈 然后互相尊重 互相谅解的情况下 知道你的难处 你也知道我的难处 就像柯文哲常常提到一件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事 就是世大运的时候 世界大学运动会 我们的底线就是蔡英文总统要上台 但是对岸就是认为说 你这个是什么中华奥会 什么模式 这个不可以 所以就是要去谈判 最后结论就是我们的总统上台 但是他们抵制不出席开幕式 这就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也就是不牺牲主权 但是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而不是让这个比赛办不成 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就是 我们就是会跟你谈 但是也不能欺负我们 像现在总统大选三强敌令的话 其实大家都在想说 我只要40%就当选了 他后来就变成是 如果你只守住你那40%的话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坚守意识形态 你就会不愿意走到中间路线 对对对 然后因为相对多数 他只要把意识形态的什么 传统叫做基本盘扣住 我根本不用跟你们谈 我就当选了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觉得绝对多数 对绝对多数是一个 让各个领域都必须要回到中间 考虑中间选民的想法的 一个比较好的机制 所以现在就是赢者权拿 所以造成说小党没有办法出来 然后第二个 这些拿到一半权力的人 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讨论任何事情 我觉得总统修成绝对多数 然后立法委员都尽量大家 让他三党不过半 才有机会大家一起谈 否则你看过了一半 民进党要通过什么都可以 然后其他两党教育教也没有用